今次我就利用一条时间线 解释怎样用动词的时态 一句句子是关于Bruce Lee 说他过世之前拍了四部电影 我们应该用哪一个时态 用哪一个Tense 有三个选择 你可能就立即知道答案 我亦希望你就听我解释 因为很多同学我发觉 要么就不会区分 一个现在完成式和一个过去完成式 或者是怎样呢 他们是做对了 但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即是说你是有机会 以后都会做错 大家可以看到那里有三个区域 一个很漂亮的绿色 由左至右 跟着米色 跟着一只黄色 去到这个 那你见到他右边的长方形 他是右边那里 是没有了一条边 即是时间的线 就浩浩荡荡 是没有这个尽头 那究竟这三个不同颜色的区域 是显示了些什么呢 是大家看到了 A分别是A B C 由A到B 就是较早前的过去到过去 B就是绿色区域的终点 B也是过去的终点 但是如果是B和C B就是米色区域的起点 而C就是现在 那我们今天的焦点 就不在现在 亦都不在将来 所以我们是不理会黄色区域 米色区域就是过去到现在 那大家看到了 过去到现在 我们是用一个 现在完成式去表达的 而绿色区域就是 较早前的过去到过去 那我们就是用这个 过去完成式 这个past perfect tense 去表达的 李小龙就生于1940年 而是在1973年 就离奇暴闭 所以B那点 就是他死亡的年份 即是他人生的终结 人生的终站就是B 他大概在60年代 在1973年过世之前 他拍了四部电影 严格来说 其实他拍了五部电影 但是第五部电影 就未完成 就过世 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计 这四部电影 分别是The Big Boss 唐三大兴 精武门 Fist of Fury 第三部电影 就是The Way of Dragon 猛龙过江 第四部电影 就是The Game of Death 我们从一个时间线 看得很清楚 1973年是他人生的终站 他拍电影 动词的时态 就不会是米色那部分 显示出来的 就不会是Present Perfect Tense 现在完成式 而是由绿色区域那部分 显示出来的 绿色那部分 就是过去完成式 Past Perfect Tense 所以我这一题的答案 就是第二个 Bruce Lee had made four films Before he died of a mysterious disease 是用过Past Perfect Tense 用过去完成式 不过我要补充 就是这一题 其实你可以用过去式 MADE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Before 这个时间连接词 其实很清楚 就交代了 那个动作的先后次序 所以用过去式 都不妨的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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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